温斯顿把手按在门把手上时,才想到日记本还在桌上摊开着,打倒老大哥几个字写得很大,隔着半个房间都能看见,他心里骂自己笨得要命,突然想起墨水还没干,又不想把步子合上弄脏光滑的纸张。 他深吸一口气,开了门,看到站在外面的只是个头发蓬乱,满面皱纹的女人,他才放下心来。 啊,同志,他几乎哀鸣地说,我听到你进来的声音才敲门的,能不能麻烦你看到我们厨房的洗滴槽?好像堵捉了。 来者是百森司太太温斯顿的邻居,尽管党不认可太太这种称呼,但看到他这样的人, 你本能地会叫他太太。 百森司太太年纪不过三十岁,但看起来苍老得多,他脸上的皱纹仿佛埋着尘土。 温斯顿跟着他走进通道,这种业余的修补工作几乎每天都有,烦人至极。 胜利大楼是老房子,大约建于1930年,日渐破落。 天花板和墙壁上的灰泥时常剥落,水管在冰点以下就爆裂,下雪时屋顶漏水。 暖气系统关闭,即使开启时也只半温半热。 任何修理都要经过遥远的委员会批准,有时修一个窗户要拖两年时间。 如果汤姆在家,就不用麻烦你了。 百森斯太太含糊地说,百森斯家的公寓比温斯顿的大一些,但更脏乱。 房间里每件东西都像被践踏过,仿佛刚被猛兽捣乱。 虚棍球棒,拳击手套,爆了的足球,翻了底的汗臭短裤凌乱地散在地上。 桌上背盘狼藉,还有孩子的练习部。 墙上挂满了少青队和探子团的旗帜,以及一张老大哥的全身照。 房间里弥漫着竹卷新菜的气味,还夹杂着强烈的汗臭。 虽然难以解释,但你一闻就知道这汗臭来自目前不在房间的主人。 另一间房里,有人用卫生纸贴在梳子上做乐器,合着垫幕播出君乐的拍子。 小孩玩的把戏,百森斯太太有些慌张地看了一眼房门, 他们今天一天都没离开房间一步呢。 百森斯太太总是在句子未完前打断话。 洗涤草里的污水已到边缘,气味比卷新菜还难闻。 温斯顿蹲下来,查看水管接口部分。 他讨厌用手干粗活,更怕蹲在地上,因为这会引起他不停咳嗽。 百森斯太太一筹莫展地站在旁边。 当然,如果汤姆在家的话,不削几分钟就弄好了。 他说,他的手比别人灵活。 百森斯太太口中的汤姆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 汤姆是个肥胖却活跃的人,笨得近乎痴呆,但又满腔热忱。 他任劳任怨,忠心耿耿,维持党的秩序比思想警察还可靠。 他35岁,刚因超龄,被迫脱离少青队。 在真理部,他担任不需要什么知识的服从职位,但在别的方面却活跃。 比如,在体育运动委员会中是主要人物,凡是需要集合群众参加的活动都有他。 他会得意地告诉你,过去四年内,他每天晚上都在公社中心露面。 他身上强烈的汗臭,即使人走了,气味历久不散。 你有扳手吗? 温斯顿按着水管接口的螺丝帽问。 扳手? 百森丝太太软弱地反问,我不知道。 或者小孩,小孩冲进客厅,皮鞋咯咯作响,又在他们的乐器上重重地吹了一口。 百森丝太太把扳手给了温斯顿。 她先让污水流出,然后厌恶地把堵塞水管的毛发取出。 在水槽用冷水净手后,她转身走回自己的房间。 举起手来,一个凶狠的声音向她喊叫。 原来一个面貌清秀,但表情凶狠的九岁男孩子,突然从餐桌后面跳出来用玩具自动手枪指着她。 而大概比她小两岁的妹妹动作跟哥哥一样,只是用的不是手枪而是板条。 两人都穿着探子团的制服,温斯顿听命举起双手,但心中感到极度不安。 这男孩子的态度这么邪恶,简直不像在玩游戏。 你这个双手,男孩子嚷道,思想犯,欧亚国的间谍,我一枪把你杀死,把你蒸发掉,送你到盐矿去,狼死饿死。 兄妹二人绕着她,又叫又跳,叛徒,思想犯,递闹个不停。 哥哥做什么,妹妹跟着雪。 这让温斯顿感到害怕,仿佛看到两头快要长大的如虎在她面前嬉戏。 男孩子的眼睛露出一种近乎深思熟虑的胸光,幸好她拿得仅是玩具手枪。 百森丝太太张黄的目光在自己的孩子和温斯顿之间流来流去。 客厅的灯光较亮,这时温斯顿注意到百森丝太太脸上的皱纹里真的有尘埃。 被他们吵死了,她说,还不是因为没人带他们去看绞刑,我忙不过来,汤姆下班后又来不及。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男孩子粗暴地问。 我们要看绞刑?我们要看绞刑?小女孩附和着她哥哥。 温斯顿记起来了,这个晚上有好些欧亚国的战犯要在公园处绞刑。 这是每月一次备受欢迎的节目,小孩子总爱缠着大人带他们去看热闹。 温斯顿辞别百森丝太太朝房子的出口走,可在通道走了几步,警备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痛楚像被烧红的铁钉戳了一下。 他猛然转身,看到百森丝太太拉扯着儿子拖回房门口。 那小鬼正忙着把皮蛋弓放回口袋,快关门时那孩子还不放过他,气呼呼地骂了一句哥斯坦。 但最深的印象是他母亲灰白面孔流露得无助惊慌。 回到自己的房间,温斯顿马上越过店幕的视野,坐到桌子旁揉警备的窗桶。 店幕播送的音乐一停,带之而起的是一个简短有力的军人声音,近乎强暴地自我陶醉口吻,介绍着刚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建立起来的浮游堡垒的武装装备概要。 温斯顿想着,百森斯太太生活于恐惧之中,再过一两年,她的孩子会监视她,看她有无可疑的异端思想表露。 今天的小孩子几乎都无例外地可怕。 政府依赖探子团把孩子训练成父母无法管教的野兽,而这些小野兽对党的刚技却没有造反倾向。 相反,他们崇拜党和跟党有关的一切,打着旗帜唱歌游行,远足交游,用玩具步枪操演,狂呼口号,膜拜老大哥,这都是他们的快乐和光荣。 暴力之气冲向国家公敌,外国人,叛徒,阴谋破坏分子和思想犯。 年过三十的父母害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司空见惯。 每周泰晤时报都有消息,一个窃听父母谈话的小鬼抓到足以构成罪行的言谈,然后向思想警察告发。 新闻称这些小鬼为英雄小将。 警卑的痛楚止住了,他心不在焉地拿起笔,想着还有什么可计。 突然,他又想起奥布赖恩,多年前,究竟多少年呢? 一定是七年以前的事了。 他做梦走过一个漆黑的房间。 就在这时,原来一直坐在房间一边的一个汉子对他说话了,我们将来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 说话的声调平静,可以说是随口说出来的,而且听来像是一种声明,而不是命令的口吻。 温斯顿没有停下来,继续向前走。 怪的地方,是在梦境中这句话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他是后来才慢慢地体会到话里也许有特殊的意义。 是做这个梦以前或以后,他才第一次看到奥布赖恩的。 现在记不起来了。 他也记不清楚什么时候才第一次发觉,这声音原来就是奥布赖恩的。 这一点没错,在暗房中对他说话的就是奥布赖恩。 尽管今天早上跟他眼神相遇,温斯顿还是不能肯定奥布赖恩究竟是敌事友。 其实这也无关紧要。 只要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存在就成了, 这比他们之间是否有感情或政治思想相同更为重要。 我们将来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 这是他说过的话。 温斯顿还是不明所致,只是相信这一刻总会到来的。 垫幕上那个介绍浮游堡垒的声音停下来了。 一阵清锐的喇叭声响起,飘越了沉执的空气传到他的耳朵里。 接着是一个刺耳的声音,注意。 大家请注意,我们刚从马拉巴前线收到新闻纪录片。 我军在南印度赢了光辉灿烂的战役。 本人得官方授权宣布,我军此次行动已把这场战争的时间缩短,全面胜利指日可待。 现在请看新闻片,坏消息来了。 温斯顿想到,果然,仅随着一个怎样把欧亚军队毁灭的血腥报道,伤亡和被俘虏的人数可真惊人,就是一项公告。 从下星期开始,巧克力糖的配给分量由三十克减至二十克。 温斯顿又打了歌,杜松子九的功效消失了,只留下一种贪婉无力的感觉。 店幕传来大洋帮国歌,壮灾大洋,无柴为辱。 这个时候,本来是应该肃立聆听的,但温斯顿坐的地方是店幕看不到的,也就懒得管了。 壮灾大洋,无柴为辱,过后是比较轻松的音乐。 温斯顿站起来又跑到窗前,背对店幕。 天气还是那么明朗清朗。 远处有火箭弹坠地爆炸的声音,传来沉闷的回声。 大概每星期,有二三十个火箭弹落在伦敦地区。 街上,那张被风吹得一起一落的彩照又出现在眼前。 而英射这两个字也因此时隐时现。 英射,神圣不可侵犯的英射理论和原则, 新语,双重思想和历史的伸缩性。 他觉得自己好像在海底森林流荡着, 迷失在一个自己也是一份子的魔鬼世界中。 他孤独无伴,过去的已经逝去,未来如何,不敢想象。 他有什么把握可以知道? 在这世界中有一个活着的人是跟他站在一起。 而谁又能说党的统治不是天长地久, 海枯石烂的,好像是解答他心中的疑问一样。 刻在真理部大厦白砖墙上的三句口号在他脑海中重现。 战争是和平,自由是奴役,无知是力量。 他从口袋掏出一个两脚半的硬币。 他们在这里也不放过你,硬币的一面就清清楚楚地刻了这三句口号。 另一面是老大哥的容颜。 即使镶在硬币上,他的眼睛还跟着你的方向移动。 硬币,邮票,书的封面,旗帜,标语,甚至香烟的纸包, 老大哥和这三句口号无所不在。 他的眼睛看管你,声音包围你。 不论你是醒来或睡着,工作中或吃饭,在室内或室外, 在浴室或床上,一句话,你逃不了。 除了你脑袋内那几立方厘米的脑浆外, 没有别的东西是属于你的。 太阳西移,金字塔形真理部大厦的窗子, 阳光照不到十分外深沉恐怖,如堡垒的枪眼。 面对着这具型金字塔建筑物,温斯顿的心不觉沉下来。 这铜墙铁壁是攻不进去的,一千个火箭弹也炸不回。 他再次问自己,究竟为谁写这日记? 为未来,为过去,为一个可能仅是空想出来的时代。 他面对的不是传统的死亡,而是彻底的毁生灭迹。 日记化为灰烬,他自己则被蒸发掉。 他记下来的事情,只有思想警察才会看, 看完后复制一句,时间根本不会知道有这回事。 如果你死后不能留下一点痕迹, 甚至不能以无名试的方式留下骗子之字, 那你又怎可以向未来呼唤? 垫幕暴石十四响,在十分钟内他就得动身, 十四点三十分前他得回到办公的地方。 奇怪的是,暴石的钟声响后,他精神未知一阵。 他是寂寞的孤魂野鬼,说着无人能听得到的真话。 但只要你肯说,不管怎样,人性还可以延续。 别人听不到你说什么,但只要你自己保持清醒, 那就保存了人性的传统。 他回到桌子前纸笔写下, 此日记献给未来或过去, 献给思想自由那一个时代, 人人各不相同,不再孤独自首。 献给真理存在而发生了的事,不用被悔记的日子。 我们活于盲从负荷,寂寞荒凉岁月的人, 活于老大哥和双重思想时代的人, 仅向你们致意。 我已经死了,他想。 想来仅在这一分钟,仅在思路清晰这一刻, 他才走着决定性的一步。 这一步的后果就是不自本身。 他继续写道, 思罪不招引死亡, 思罪本身就是死亡。 既已把自己看作已死的人了, 温斯顿觉得有能多活一分钟, 就多活一分钟的必要。 他两个手指沾了墨水, 而这正是漏马脚的标准痕迹。 真理部自有不少好表公的耳目, 怀疑他为什么不在部里吃午饭, 偷偷写什么来着。 他为什么用旧式的钢笔呢? 写了些什么? 说不定就因此给有关当局一些暗示了。 这些耳目可能是女人, 譬如说那个瘦小的沙色头发女人, 或紫须刻那个黑头发的。 他到浴室去用沙纸丝的棕黑肥皂净手。 肥皂把你的皮肤磨得红红的, 目前正好用得着, 静手后他就把日记簿放在抽屉内。 虽然实在说来这是多次一举, 但最少他可以知道这个撕醉记录被人发现了没有。 在纸页的末端放一根头发太明显了。 他用纸尖粘起了一粒可以辨认的白砂粉, 放在布子封面一角, 谁把布子捡起来, 沙粉一定会花下。